彰化是有竊賊趁著半夜都沒人的時候 隨機到民宅的前面 試著打開門窗 只要發現沒有鎖住就入內闖空門 這警方經過調查 發現這二十七歲的黃姓嫌犯 年初才剛入監服刑 沒想到出獄之後賊姓不改 日前連偷了彰化市的兩間民宅 共得手一萬七千多塊 但更離譜的是 他連小朋友存放的零錢錢筒 也都不放過 嫌犯鬼鬼祟祟走到民宅其樓 趁著半夜尋找下守目標 他隨機試開民宅門鎖 只要發現沒鎖上隨即入內刑犯 即方巡線十八號在台南市 逮捕二十七歲黃姓嫌犯 發現他年初剛在彰化花壇鄉犯案 因此入監服刑 沒想到剛出獄又賊姓不改 這回刑犯彰化市兩間民宅 共得手一萬七千多元 甚至連小朋友存錢筒零錢也不放過 讓被害人起詐了 他搜索過程中查破了五萬元 盛金 請大量的一元七五元硬幣 天年底券十六災 獻險還全不會 全然以請彰化地鐵血征辦 黃姓嫌犯亂槍打鳥闖空門刑切 被一切到罪嫌送辦後 十九號遭到彰化地方法院裁定羈押 這是林毅峰狀況報道 我們下次再見囉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